我叫庄仲 我现在在墨尔本大学文学院 学习国际关系专业 来墨尔本大学之前 我在中国广东念的我的本科专业 我的是英语和商务 之后呢 我回到这个安徽 在安徽出版集团的国际关系专业 国际合作部进行工作 我的主要的工作呢 是进行帮助公司进行国际交流 和国外的出版社进行版权贸易方面的工作 我想这一方面是跟我之前的 来自之前的工作有关系 因为我的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和国外的出版社进行联系 有很多在国际上的一些事物 所以我希望呢能再进行相关科目的学习 然后对我今后的这些工作也有所帮助 选择墨尔本大学是因为我首先我觉得 墨尔本这个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墨尔本大学也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 我想在这里我能对我自己的专业 和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方面就是 你可以在这里接触到不同的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他们来自于世界的各个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你通过和他们的交流生活 一起学习 然后对自己的视野和人生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墨尔本这个城市给我非常好的印象 首先它很干净 不会像有别的一些大城市那么拥挤 其次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他们也非常的热情 你几乎可以说是 他们会尽他们的所能来帮助你 这是一个非常友好 非常干净的城市 谢谢大家